尽管深喉咙有多深化多深 11个月前我收到了这份礼物 白血病 俗成血癌 这是医院给我的诊断报告 长相清新的女孩登上舞台 以正面的能量把罹患癌症的经历视为礼物 我的好朋友从外地管过来看我 有很多好些人给我打电话发信息鼓励我 这是我在我生病之前 完全无法想象的 所以我要感谢白血病 因为他让我知道 我其实一直是被爱着的 感人的演讲惹哭台下一票观众 就连导师之一的张卫健 也不断咬嘴唇强忍泪水 节目播出后 有网友一眼认出外表清秀的张小雨 先前也参加过表演节目 被誉为小张子怡 因为即使化疗头发都掉光了 但她还是站出来 鼓励所有的癌症病友 大家看我头发都掉光了 可是那又怎样呢 只要脑袋在 头发还会有的 而且我觉得我光头还挺美的 你们说是不是 不光分享心情点滴 小张子怡还送上 亲手捏制的Q版捏面人 她说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在 就希望每天都能捏制 一种不一样的角色 证明自己还活着 记者综合报道